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打算这么一只脱下去了 脱 你什么意思啊 这几天你是在造可种结扣 就是不想干活 对 我这是在调研呢 我 我就是想干 我也不会 不会干可以学吗 没有人消化你 左私情要靠瘦而不是罪 俗话说光说不练假把事 最上说得填滑烂坠 搭刀里一掏一掏 左切私情俩啥都不回 此剑一场 谁还会信任你 提拔你 谁还会给你几回 证明你自己呢 那是这样呢 再放点造决饭 太多太多太多了 可以 人生要一步一步走 私情要一遍一步走 小贵姐小贵姐 你赶快准备一下 大夫盘上去 我没病啊 别担心 医药费我扫全包了 不用了 我真的没病 从发烧到咳嗽 还有瘫痪 全是我装的 装的 你为什么要装呢 那人家前几天干活太累了嘛 就想休息一下下了 问你微仨 我直接跟他说嘛 我哪知道你那么同情达理啊 你也不想想 一说你病了 这掌柜都敢养你一辈子 更何况放你两天假 好心当作 驴肝肺 早是如此 我还费内劲干什么 这才携了没两天 我落了一身的病 脚上躺了一脚大泡步说 肝也疼 跟挣扎了一样 别瞎话你活该 既然如此 就不要乖恶不降情 面来站堂 小的在 癫鬼伺候 你终于看出来了 嫂子 我就说一句话 你小时候没有自由 就想剥夺我小时候的自由吗 他说的没错 果芙蓉 你这么做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听听白大哥说的啊 我说的是你 站堂 你也不想整我 为了小贝 你确实是什么都想到了 可你偏偏忽略了一点 这么多的束缚 这么重的枷锁 小贝他能受得了吗 是你别说他了 连我们都快受不了了 是啊是啊 长此以往 他的独立性自主性 还有孩子的天性 都让你磨得一干二净了 这样好吗 我怎么做 也都是为了他好吗 你要真是为了他好 就应该把手松开 让他自己飞啊 放心去飞 勇敢地去追 不要让你的悲剧 在小贝身上重演 说好了 这一次不掉眼泪 准备 嫂子理解你 谢谢嫂子 别人再说什么话 我已经不会往心里去了 造就敢这样了 你死大相同 我写小说是因为我想起 我有一种想倾诉的欲望 我要把我身边发生的故事 用另外一种方式记载下来 这就足够了 你要求还真不高啊 我的小说 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或者是特殊的意义 更不可能流芳百事 但至少我能够自得其乐 最重要的是 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了 造就应该这样了 有兴许就去羡慕 要老死犹豫不干尝识 那就永远都不会成功 我写小说 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一次 主动的选择 自己的选择 与内心的快乐与充实相比 功名利路算得了什么呢 娘 你干嘛打我呀 啥不好学 偏偏学会扯谎 我没扯谎啊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刚才那些皇上啊 尚书啊 宫女啊 都是你找来梦我的 娘 我这不是没办法 我知道你孝顺 只要娘提出来 你都照着办 可是娘最不希望的 你就为了这个耍心眼 糊弄人 我最怕的就是你学坏 娘 我知道错了 我 我不会学坏的啊 好吧 收拾收拾 送娘回去吧 你老说 小赌怡情大躲伤身 我倒觉得 赌就是赌 没有大小 因为 赢了的还想赢 输了的就想翻盘 一旦赌得兴起 就什么都顾不上 只要上个赌桌 不管赌数高低身家大小 不玩的倾家荡传 谁也别想收手 所以 交交度 笔数啊 知道我为什么要退出江湖吗 就是因为我看穿了这一点 什么叫道义有道 全是胡说八道 贼就是贼 没有什么好贼与坏贼之分 随便偷点东西 抢点东西送人 就叫狭义了吗 就拿这件事来说吧 东西虽小 就一般这儿 可是它造成的恶劣影响 是难以磨灭的 社会秩序乱了 社会风气坏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铅刻之间荡然无存 如果这些是所谓的正义 那这种偷来的正义 我宁可不要 住手 大嘴啊 你现在知道卢梦和佑仲的区别了 知道了 就看你做的是值不值的 如果值的呢 那就是有种 如果不值的那就是卢梦 你说的谁 闹了甘甜就为了这点笑事 事情虽小 可它关乎面子呀 还有尊严 不争馒头争口气 这花色没有错 不争馒头争口气 可这个气呢 是分法图强的知气 不是小毒鸡肠的怨气 为了自麻大点的事 就把自己折腾得四驱活来 不抽死了快该上 还连里肘围的人 这样直忙 散活死有很多摩擦点 多一点儿款容 多一点儿韧嚷 不是就完了吗 这样不好吗 调皮都没有关系 但是绝对不能傻嗨疼爱你的人啊 算数童言无忌 一次量则刻意 三次次次人家就要寒些了 乌次流次人家就敢说这个蛙行地不好 也不值得安排大家对他好 对不对 嗯 唠唠实实作伤也有啥不好 正天提醒刁蛋的 哎 你就不觉得勒吗 这任何任哪 就是不一样 就对不一样 但是法律对每个人都一样 一样 脚水死咱们引进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没有水手 国家纳有那么多的钱 来维护你的各种权利 权利 门前里路河边的桥 我边讲的寿威城门的烧的烧 那可都是从无数的水框里挥拒而来 而来 愿得不说 就说你能务实量补 务实量补 如果没有衙门给你做主 故意才敢给你还钱 你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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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别傻笑了 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 错哪儿了 可不应该不信任大家 信任是相互的 我们信任你 你也应该信任我们呀 然也 自曾经约过 钱是好的东西 但不是最好的东西 你说这两年 风风雨雨的 咱们什么苦没吃过 什么场面没经历过 咱之间要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你还当杀掌柜呢 连跑堂的都不合格 知不知道 放开 本来挺好的一件事情 活活让你们给弄恶心 怎么去弄恶心 别添这么熟 给点面子 面子面子面子 他们要的是面子 可他们丢掉的 全家也是面子 你问问他们 这些奖品他们真得需要吗 他们缺这两个钱吗 为了这个科有科无的比赛 至于吗 残甲比赛 靠底是十里而不是面子 麻烦撞高他们 既然干壁就不要趴数 靠这种北略的手段 即使赢了心里能舒服吗 这种奖品拿回去又一一吗 这种虚招子 骗得了别人骗得了自己吗 还有你们 都好好得像一像 西北风啊 郭姑娘 我们也是没办法 没有贼 你让我们咋办 老行 咱房贼的主总是为了百姓 不是为了你个人的争计吧 整天不干正事 整那些虚招子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呀老行 对于一个铺块来讲 你完成了多少人无抓了多少贼 也不重要 重要得是你保护的那一方百姓 是否安居乐业 百姓厚才是真得厚 对不对啊 发人深险 令人生死 生死 撒一死吗 我问你 那个玉牌真的很值钱吗 不值钱 但她对我的意义重大 这可是你第一次送给她的东西啊 人的一生很短暂的 有几个第一次啊 无数个 第一次喝酒 第一次吃肉 第一次上山 第一次下河 你要想听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三天三夜不带重样 但是这次不一样吗 那哪次一样呢 人这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了 如果你老是沉迷于此的话 那你永远都不会向前看 永远都在回忆过去 康康实在刻着不住 我觉得第一次固然珍贵 但对于你来说最珍贵的 是为第一次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和精力 还有钱呢 钱后加起来 五六十两呢 掌柜的放下吧 只有过了第一次 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第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 真的会有第二次呢 会 一定会